说到要追选 有很多人都希望能够上山来赏雪 但是在台东和澎湖地区 因为没有发布低温橙色和黄色灯号 可是还是有大群的游客 向台东的南横来追选 不过他们还是败幸而归 寒流来袭外头冷风呼呼吹 民众躲在家里闭寒 街上空无一人 逆风而行的机车骑士 各个从头到脚包紧紧 就像路上移动的粽子 因为天气实在冷到受不了 但是比起其他地区 台东县已经算是温暖地带了 因为就在18号精晨 气象局针对2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 为二排除在外的就是台东县和澎湖县 成军的重机车队把路边空间全都停满 人潮远比平常多出了一倍 他们全都是冲着赏雪而来 不过放眼望去 只有日出云海和壮阔的群山 周末两天大批游客涌入台东南横制高点 希望有机会一睹银白雪景 不过可惜的是 气温还未降至涉事零度的雪点 追选行动再度宣告供估 虽然如此 但是能够见到波涛汹涌的云海 在山林间涌动 让人仿佛置身 梦幻仙境 也算不需此行 建议商家会 海伦相报道 小标 恩你 rejoice